首先我還是感謝今天到場或在電視機前面為我們中華隊、台灣隊加油的一個球迷 謝謝你們這幾場都作為我們最強的後盾 那也給予對手很大的震撼力跟壓迫感 那當然今天在整體的一個與澳洲隊的一個比賽中 我覺得投打之間都做得非常好 那在賽前然後就按給予的一個設定上面 那大家也都發揮得不錯 那投手上去也都盡到自己的一個責任 當然在整個攻擊的串聯上面 像傑凱今天的一個好表現 那也為球隊製造很多得分的機會 那阿力的一個關鍵的一個猛打賞跟全球黨 那也為球隊安定就是帶給球隊安定這樣子 那今天先發的俊凜 他擅用他的一個經驗 替球隊製造了四局的一個出局數 我覺得能跟這批球員一起經歷這個賽事 然後要準備經歷下一個階段 我覺得這是非常幸福的 那也是非常榮幸的 當下是非常開心的 那我說也很感謝我們的球員 我們的教練 因為他們彼此相信自己辦得到 因為在組隊的過程中 當然有很多聲音 但我們克服了這些聲音 那我們做到 那身為總監的我 我說我非常榮幸可以帶領他們 他們帶領我去到東京 那當然我們也是講的 比賽今天結束了 明天就是重新開始 明天還有比賽 那我們一樣會專注的 全力以赴的去面對每一場比賽 那也希望說能夠到 東京之後我們可以爭取最佳的成績 當然在前兩天對日本我們落敗了 我講的那時候落敗的時候 我們還是有不甘心 我們想要再跟他們真正的來一場對決 然後去打出精彩的比賽 謝謝